哇 这么多礼服啊 这是魏家女眷专属的礼服件 你们魏家人 都有收藏皮跟陈列证吧 你那个更衣室都搞得跟博物馆一样 这么多衣服我要试到什么时候啊 别说一百个我也试不完吧 谁让你一件一件试了 这件也太华丽了吧 根本就不适合我 还是换件朴素的吧 适不适合我比你清楚 不听话的流海 收小姐 好像如随如一切难过 却都想你 今天的你很漂亮 不对 是惊艳 我一般很耍夸人 但是今天的你值得被赞买 真的吗 真的 有我在 你别怕 看 那是卫星的车 卫星来了 卫星来了 好好好 你吃虧 可千万别摔倒了吧 如果要是在这摔倒的话 那可真是太漂亮了 魏总请问一下 这是您的心里有吗 物财都打火招的 放心 漏网之鱼而已 哪几家我都知道 不用担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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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到这里 就不用再跟着了 你是魏清新娇的女朋友 不是 那就是她的玩具了 玩具 看来是了 可怜的孩子 又是一个魏清拿来当幌子的 这么多年了 这把戏她还玩不腻啊 这梁真有什么区别啊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 让你待在一个触手可惜的地方 随上随道 那就是了 她只有在缺女人 或者不想浪费时间谈恋爱的情况下 才会找一个大众的幌子 让她出现在美光灯之下 然后营造出一种她不断档的错觉 之后才慢慢消化掉对方的新鲜感 时间一到 立马换掉 最长不超过半个月吧 我劝你啊 早点做好心理准备 不然随时会被她抛弃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 什么 你说什么 她换不完女朋友关我什么事啊 我又变她的女朋友 那你在她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钱啊 不然呢 你还算是诚实 她之前那些女朋友都说是真爱 到最后也都是为了钱 这不过 就你这长相 我已经是多久没见过女人了 难把粉丝吃出燕窝味 把手拿开 魏总啊 站这么久腿不散啊 何总监还是有这个老习惯呀 喜欢跟别人的女朋友坐在这儿聊天 也不怕不安全 我有什么不安全的 你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 舅舅 你每次都不听别人说话 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还不快跟舅舅道歉 不要 这孩子真是的 不好意思了舅舅 他被我宠坏了 脾气不好 但是我劝你啊 最好下次不要再招惹他了 否则 就不一定是挨一拳这么简单了 你们俩这关系不错呀 不过小姑娘 难道你不想知道 魏清为什么选择你吗 这应该是你最大的疑虑了吧 我 这件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 我们走吧 在这里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去哪儿 去哪儿 你累了 调皮 走吧 亲爱的 gracias 你会拨打 一定表达 我 好 你会 elite 好 我 啥 肥 spell 我 你呢 голов头 以 investments 自己跟よろしく 看 太 你好 挺躲规矩的吗 走吧 来找我有什么事 给你 这不是我们云马的奖学金吗 是啊 我回学校取的 还给你 我不记得你欠我钱啊 就 就我昨天打碎那些古董 还有那个碗 我赔你 那些啊 那些东西啊 但是这点钱 应该不够吧 我知道不够 可是我就赚这么多了 不过你放心 就算我倒牛做马 我也一定会还给你的 以你现在的收入 如果你要赔我那些钱的话 估计要赔到 重重重重重 重孙子一辈吧 不过像你这种 背了这么多债的女孩 估计也没有哪个男人敢娶你 所以这本身就是个贝勒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 我现在人就在这儿 要钱没有 心肝脾肺肾 那是有一副 你要的话随身拿去 我要你这些干嘛 不过你倒是挺有骨气的 我本来以为 你会一辈子躲着我不敢见我呢 我这个人 本来就不喜欢欠别人的钱 就算坐牢 该承担的我还是会承担的 好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可以一次性还清的方法 什么方法 跟我签一个契约 一直待在我身边 契约 什么意思呀 那我是要 做兼职 还是打工 我要干什么呀 服从我的所有命令和安排 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 试用期过了之后 我每个月给你这个数 这么多啊 你确定 这跟你的账单比起来 虽然只是九牛一毛 不过当你有了这份 稳定的收入之后 起码有望在这辈子之内 把钱全部还清 这样不用连累你的家人 是不是很划钻 下半辈子 我都要跟着你 那 那我岂不是不能跟明成哥 如果你要是觉得 限制了你的自由的话 也可以啊 你就每个月往云马账户里 打钱就好了 也打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我倒想看看 像你这种 贝勒拒债嫁妆的女人 有哪个男人敢去 如果真的有一天 这个男人出现的话 记得通知我一声 我第一个给红包 表情不错 拳头不错 就用这种势头 赶紧去赚钱吧 我期待收到你的第一笔款 等等 你就不能让我考虑一下吗 好啊 我给你时间考虑 明天的这个时间 给我答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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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